時駕登錄2.0 喊喀茲解密 那這個我已經來參加 你們這個團體已經很久了 我算是高齡者 第一次來的時候 他們還問我說 你是不是嚇到地方 所以還好 那我是一樓網的話 是建置那個台灣工藝大廈資料庫 那就是在11月5號到9號 那個不是居住建議那個時代力量 他們有在那個龍門廣場 辦一個夜宿那個龍門廣場 那個就在一堆人在那邊演講 演講以後就在那邊晚上睡覺 那就是要那個什麼 無殼蝸牛30年紀念 所以他們在那邊講居住正義的事 然後講的主題就是說 時駕登錄都沒有開放 就是說2.0喊喀茲 他本來的意思是地址要公開 那後來地址沒辦法公開 那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原因 那我那一天就是去 去那邊就跟他解釋說 因為政府沒有建立台灣工藝大廈資料庫 那個時駕登錄的那個地震師的那個網站裡面 時駕登錄時駕查詢服務網 你們進去看的時候 他譬如說我們這邊的話是中校東路一段 那你中校東路一段地址去搜尋的時候 他就一段的資料全部出來 可是各位想一想看 你家你家有沒有可能是兩個地址 甚至是兩個門牌 一個是中校東路 一個是旁邊的新生北路 或是新生南路 或是說像那個大安國宅 他可能有二三十個或是幾百個地址 你是不是要用社區去把這個磁漿登錄全部 全部放在一個大安國宅 放在一個集合國宅 放在地保這個地址 你不是一條一條列出來啊 那個黃委員他聽到我這樣講 他也覺得說真的好像去政府這樣做是不對 所以我就是把這個資料給他們 那就是一龍現在目前就是做到這個這個這個程度 六分鐘到了 還剩一分鐘 那就謝謝大家 因為我年紀比較大 所以有時候你們一些活動 我是很喜歡來看一看 年輕人到底在玩什麼 所以偶爾我也會去西門町 看一看年輕人是在無聲的 所以還是很喜歡來感染一下說年輕人的氣氛 雖然我是比較沉悶一點 我也是很歡迎你們來跟我談 我叫1 2 3 鄭淑莉 哈哈哈哈 笑笑 我們謝謝1 2 3 欸我跟你說我其實覺得 有就是 在G011裡面可以看到 年紀比較 跟我們有一點距離的朋友 能夠參加是一件讓人要感到珍惜的事情 好我廢話太多了 Anyway第二個我們歡迎 呃 Julian 不好意思 Julian Carbonio Urban Transformations by Inhabitants 好 我們來搭訕這個 演出